記得嗎 原來他們拿到手後是停小汽車的 對對對 那是2008年 停幾年 停十年之後 停十一年之後 他把它繞掉 它繞掉就要變空的 之後就開始做的時候就變油膽車了 他可以繞掉 因為他要去停油膽車 油膽車的口腔的這個厚度要稍微 一般路輪的這個點子到三到七公分 停車庭是十公分 哪是油膽車要到十五公分 不然車夠過 會都拔掉 可是你如果沒有做這件事 你會把架子蓋東西 蓋起來 因為架子是農地 蓋起來 請問買的是什麼東西 買的是什麼東西 東西幫他蓋的 蓋的時候 地主已經是柯文做了 蓋什麼東西 這是上來的高峰安 高峰安現在是美國 現在人是美國 帶大聯盟的那個專家來 繞下去 挖起來 挖起來 一個圓柱體的 去檢查裡面有沒有有毒廢棄物 如果有地主叫做柯文哲 會去用移送瓦辦 好 再來 這塊地 這塊地 現在是 上面是什麼叫酒店開發 對 酒店開發 農地的買賣 為什麼要繳這麼多 你知道嗎 我告訴各位說 這東西不是怕要 怕要做遊覽車啦 你看看這挖下去後停多久 停兩年 停兩年 什麼意思 農地要買賣 要是看起來是農地 禁戶才會讓你買賣 因為這個形式不是農地 不是 你如果要買 愛生東請走 比農地 買賣到有辦法 就是說你看看是農地才可以買賣 所以有可能在二零一九年跟二零二零年 這一段期間 他們有想要買賣 因為這個酒店開發 剛剛蓋在這個土地上面 牽放是不是 掛在這裡 好 所以這一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酒店開發 那時候柯文哲已經買這塊塊 已經都保護了 這個是 上面就是酒店開發建設公司 辦事處 後來這個也是二零二三年 酒店開發建設公司 剛才方議員說的這檔 這檔現在所有人是 柯文哲 二十四分之五 其中一個罵 柯文哲是有補一個建物 二十四分之五的 就是這檔 那柯文哲你們為什麼把這一個 看起來是農舍的 租給酒店開發 還是酒店開發本來就在這裡 然後呢 你們兩個 你們到底是什麼樣的 因為酒店開發 以前做 直播的開發 之後做這個官埔 對 官埔就是Costco的官埔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公道有旁邊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這個散步地 柯文哲其實說真的有一個疑點 今天要提出來 柯文哲今天做起床的時候 二零一五年申報的時候 他去申報的時候 有證明這是特地農業區 農木用地嘛 好 今年 今年他要選總統 他把特地農業區故意拿掉 各位說 我做過財產申報的 我也做過 這是自然人憑證插下去 電腦全部照出來 正常來說你不會去改 他可以去改 你不會去改嘛 譬如說銀行優協 你說銀行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六 你不會去報告說不是二十七 你改成二十七 電腦照出來 怎麼就是怎麼 沒要讓人知道 因為這是我的黨 所以他現在如果要這東西改就對了 他就是要真功這東西改 那挑出來 要把他加什麼你能夠加 你要把他拿什麼他拿掉 你能夠拿 這是申報的人的這個方法 那他為什麼要故柯義不要 對 你給我看 他這個原來有 原來有來大家看 特地農業區 原來叫特地農業 農木用地嘛 他現在到近年報的時候都空了 他就把他拿掉 柯文哲 你去做這動作幹嘛啦 那你發現嘛 怕我發現 就是大家去比較就會發現說奇怪 你為什麼要去做這個動作 因為這是莫名其妙的動作 為什麼呢 包括他這個 台北市信義區這個土地 這個土地什麼十萬分之幾 一萬分之幾這個 這個我們都會不知道 因為我們去買大樓 他可能幾六塊土地 特地農業區 那特地農業區比較便宜 特地農業區人家會去關心嘛 他會去關心 我可以說有幽浪車嘛 因為我可以 晚間十點 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